Hello,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Eason,欢迎来到这一期的万四爱好者TV 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期购物分享 因为最近我买了很多的鞋子,然后正好是我个人觉得非常值得给大家推荐的 那么废话不多说,那我们马上进入今天主题 今天给大家带的第一双鞋款呢,就是我手里的这双OG AERA 这双OG AERA来自VansVolt高端支线,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双鞋面的材质 鞋头处的黑色呢,用的都是非常高端的脊皮,包括鞋舌跟鞋后跟 青绿色的鞋身侧边呢,使用的都是非常非常柔软的脊皮材质 鞋身侧边使用了非常高端的青绿色皮革 在这里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其实这双OG AERA的配置已经真的是在Volt里面已经算非常高了 因为你一般性常见到的AERA里面基本上都是几皮配帆布 而这双AERA呢,使用的是几皮配全皮革的这么一个配置 请大家再看一下 更重要的是,这双OG AERA的发售价只要650元 所以说如果大家要购买的话,请赶紧了 因为在前段时间呢,已经上架了VansVolt直线的搜全店铺 还有Vans的官网,所以说请大家多多留意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节目传统的评分环节了 那么对于这双全新的OG AERA,你们会给它几分呢? 一至十分,打在弹幕上告诉我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双鞋款呢 就是我手里的这双在2019年发售的黑蓝OG AERA 那我们就先来说说这双黑蓝AERA的材质吧 蓝色的部分呢,选用的是非常重磅的10盎司帆布材质 鞋头,鞋跟处的黑色是黑色的麂皮材质 其他的呢,其实我也不用再多说什么了 因为这是一双非常标准的Volt OG系列的产品 这双鞋子它现在货量非常的少 也不是说Vans没有补货 好像是被某些玩日潮的穿了以后 所以说导致它的奥级市场价格变高了 我刚刚看了一下某物上面的价格 上面的价格已经到2000块钱 当然我不会傻到花2000块钱买这双鞋子 其实这双鞋子呢,我是白嫖来的 记得前两天我去大地旅游的时候呢 Vans美国总部送了我几双鞋子 大老远的从美国的加州给我寄到了国内 然后那个箱子里面呢,正好有这双黑蓝 就等于是免费白嫖了 当然除了刚刚那双黑蓝ERA以外呢 Vans还给我寄了这双我个人非常喜欢的DoubleTips骨头ERA 我本来呢,是想给大家做一期DoubleTips骨头系列的开箱 但是因为已经发售了 然后有很多UP主做过开箱了 然后我也不想再重复的做了 那么今天正好呢,来跟大家说一下 简单的说一下 它这次材质呢,用了全GPS材质 跟之前GPS系列是一模一样 然后这次刺绣呢,也是非常的给力 白色的骨头刺绣布满了整个几皮的鞋面 然后鞋跟处呢,印有DoubleTips Visual Armor的缩写WTVUA 别人呢,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这次骨头联名呢 没有很多日潮玩家喜欢的黑金标 只有在鞋舌处这个VansVolt的logo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并不影响什么大问题 因为你到底喜欢的是DoubleTips的标呢? 还是Vans呢? 当然因为我是一个喜欢Vans的人 所以说这次的联名 对于我这个Vans粉来说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这种Aero从版型,做工,包装跟配置方面来说 我根本找不出任何毛病 唯一一点让我比较不喜欢的呢 就是它这个简配的鞋带 买过16年DoubleTips联名的小伙伴 肯定会发现 在16年的DoubleTips系列的联名中 他们每双鞋子呢都会配有两副鞋带 而这次联名呢 只有这一副光溜溜的黑色鞋带 如果你们跟我一样不喜欢这副黑色鞋带 其实它是有解决方法的 这个方法呢 就是把另外一双OG Aero的白色鞋带拆下来 装到这双鞋上 不知道大家是喜欢我手里的这双白色呢 还是原装的黑色鞋带 看到这里呢 大家会发现我最近购买的鞋款都是OG Aero 一双买的,两双白嫖的 当然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 OK,这期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当然你们也可以在弹幕里面告诉我 你最喜欢哪双Aero 是这双百搭的黑绿呢 还是这双吵架极高的黑蓝Aero呢 还是说是这双经典又好看又值得收藏的 Double Types黑白骨头Aero 当然这三双Aero的2G市场价格呢 其实是有点小小的不友好 特别是中间的这双黑蓝Aero 已经高达了2000块人民币 所以说我就不推荐大家购买了 然后这双Double Types Aero呢 最近的价格大概是在1600到2000之间 但是我个人觉得随着海外的补货 这双鞋款的价格应该会降到1400到1500元左右 所以说请大家还是在等等 这三双Aero当中呢 我个人最推荐的 还是我手里这双黑绿 原因是因为这双黑绿呢 它才刚刚发售 而且你可以在很多Vols数学员店铺 原价购买掉它 不用加这么多钱 就比如说加2000块钱花这个 其实我个人是完全不推荐的 不如就直接原价入手这双黑绿 如果你是一个Double Types的忠实粉丝 那么这双交叉骨Aero 千万不要错过 因为上次Double Types发售交叉骨Aero 是在2011年 就是那双酒红色的骨头Aero 好在2016年的时候呢 Vans也推出了低帮的鞋款 但是是一双OG authentic 当然如果你喜欢穿Aero 那么这双黑白交叉骨 我还是很推荐购买的 当然也要等这双鞋款 二级市场价格下来一点再购买 OK 这期节目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虽然说这期节目 我们推荐的鞋款价格有点小高 但是我个人觉得 还是非常值得购买的 当然除了那双黑蓝以外 实在是太贵了 千万不要交智商税 真的不值得买 想看更多Vans鞋款的开箱跟评测 请记得关注我 好了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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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